我們今天來 好啦 我從頭講 就是我要來用 view.js 然後跟一般的 json的方式不一樣 然後來做銀行下拉 那銀行下拉裡面 我們已經有快取 這是我之前專案 目前專案的快取 就是bank.json 這邊有台灣所有的銀行的列表 所以 可是它不包含分行 所以它最多 只有到996而已 那所以從0到996 那之後呢 它需要做第二次的curry 然後才能取得它所有分行 比如說我們來看808 808這好像是什麼 玉山還永豐的 我只記得807還808 然後這邊就會有分 那它裡面都有三個ID 就是它在 City就是它的縣市 然後再來是它名稱 然後跟它的序號 那剛剛的銀行其實也有序號 就是說它前面要補兩個0 就是它銀行代號 然後在這邊是分行 所以它前面再補兩個0 所以它這邊有4 其實就是它的分行號碼 那我們現在要去做下拉 然後我們會示範用最一般的方式 一般這科學的方式 也就是一般動的操作 跟我們用view.js的操作 兩種方式都會做 那從頭來 所以我要去打 index.html 然後我要有這兩個igrid html html 這邊有點煩 然後我們要有這兩隻 所以是 我直接打在前面 我懶得打在後面 我懶得打在後面 我之前都說後面 我乖乖打後面 呵呵呵 這兩個沒有相依 所以先後順序沒關係 這個應該是斜線 好 然後我們會有一段initialize 這個刪掉 蠻黏在這邊 好 這是最一般的 那我們template來打好 然後再來是你要去看 欸 我先把jQuery版本寫好了就好 因為那個view.js 他也要再去做額外宣告 好 那 好我先不管 我先直接來做 那很簡單 其實下拉就是兩個物件有關聯 然後我去做兩個之間的關聯 就結束了 所以sql 這邊是select 然後這邊是select 然後這邊是select 那 等一下 我把它打完好了 j 的 city ok 那我們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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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 那 所以initialize的時候 我們要先去抓 剛剛的bank.js 對吧 那 我看一下配是在 json 下 所以首先他一定會發出一個 HX風包 然後去抓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直接用方便東西叫做 json 然後去抓 j 斜線 json 下的bank.js 那 回來會是json 對吧 那 json json 蛤 不好意思 每次都打錯 json 那 回來會是json 然後他預計他會是array array 裡面會有object object裡面會有i跟n i跟n 好 那所以 initialize就會變成我們對jbank 做 那 這個在這邊 好 那 可是他其實要去做一個動作就是 for vr i in json 那因為他是 等一下 他是array 我們照慣例用array的做法 array等於0 那 i小於json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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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這邊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他是用append的方式做 就是append一個option的物件進去 option 那option的 這個 value 等於 某數 所以是 json i 的 i 你可以這樣寫也可以寫.i 這是一樣的齁 那 再來是他的name要塞在這邊 OK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把所有東西都append進去 那他可以做完下拉 那這個東西做完之後他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做event 就是我下拉之後我要幹嘛的問題 所以 剛剛這樣寫就是當他change的時候 當他有變更的時候 我們要去把第二個清空 然後再把東西塞進去 所以 新的值 所以這邊會是 當他change的時候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個東西複製貼上再一次就好 所以是這個貼到這邊來 然後前面空格 空格 好像這樣子 欸 啊change為什麼要自己在那邊 等一下 應該是他後面進來的 這個 不是 你前面銀行要先選嘛 可是你要變更他所有分行的列表 對所以是當他change的時候我要變更他 對齁 那所以這邊是branch 欸 等一下 這個這個也要拉進來 對這個要拉進來 不是不是這個要拉進來齁 所以這邊 拉進來 然後 複合圈在這邊 然後 這個 這個才對 等一下 他的id 應該是jc 等一下 我們慢慢來 慢慢來 所以呢 這邊是底線 然後再加上 他目前的value 所以是 lis.val 不是attr的那個 是val 因為後來的 某個版本之後就改成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我一樣會得到一個jasonlens 然後 有什麼東西 然後 i++ 然後去each 這邊就是跑剛剛說的那個 那這邊可以再加一些變化 i是固定的 可是n前面有個c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針對 欸 我這邊好像 喔 沒有沒有沒有少打 所以 通常我這邊還會再加上 jason i.c 前面加線是 然後加一個空白 然後再加上 名稱 然後value是他目前的所影子 對 其實這票就結束了 那 我們開一下server 我改用tmax 然後 轉錯 b 欸 轉錯bc 好 那 去開server 我記得是-o 喔 有 好 那 問到ip 我看幾個 欸 好 這個 所以我們家就會變成這個 然後 4567 然後 斜線index 有7M 2 沒有資料 然後這邊開始debug get jason not define 我看一下喔 喔 拍誰 是manning.get jason 所以這邊是 等一下我要再開個link 嗯 他是 沒捨啦 所以真的蠻贏點的 好 好 所以這邊 直接往下拉 然後 會出現第二個 對吧 然後我就可以點 那所以我這邊還可以再點 欸 然後他不理我 欸 我們看一下 啊 沒有 他是一直append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清 所以他一直塞下去 所以他要清掉 沒有我慢慢來 慢慢來 然後所以 這邊可以作弊 這邊其實可以作弊 作弊怎麼作弊 就是當然unchange的時候 我們直接把branch的html 改成0 這樣就好了 就是html 色違空自竄 裡面的option 你就全部拿光 然後再有paint一次 然後再來是我們剛剛有幾個動作沒有做 是因為一開始的change 會沒東西 你會發覺這邊get jason 完之後呢 你的 我們一開始會列到台中央銀行 可是這個東西是空的 因為他沒有第一次的change 所以我們可以toggle他的一次 第一次的change 所以是這個 點 change 這樣就好了 這個就可以呼叫他 我們剛剛上面綁的那個change event 好 他就可以執行第一個 然後再來是 某人剛剛有講的是 如果沒有值的話怎麼辦 沒有值其實很簡單 你就塞給他就好了 所以呢 會變成這樣子的 就是當他 append 那所以 option 然後value等於空自竄 好 然後 option 然後這邊寫請選擇 對吧 好 那一樣這邊paint完之後呢 這邊乾脆塞給他第一個值 也就是上面的那個值 就好了 對 就這樣就結束了 對 那這樣子就有所謂初始值 然後什麼東西都有 好 請選擇都有 然後 這個不管他 因為他沒有抓到東西 因為他的value是空白 所以這邊要秀一下 就是當他 當他change的時候 然後 然後 mail 點 這樣就好了 就是抓他的lens 抓一次 好 OK 然後這個沒東西 然後這個也在發票東西 然後所以我隨便點一個的時候 他就可以下拉到第二個 然後我再選再下拉 這邊就都很漂亮 然後最多的大概都是 欸 這邊還不漂亮啦 我再把它打好一點 就是他其實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做 adjust 欸 我給你看 其實 這個東西是java 那個luby的adjust 就是前面要比例這件事情 那java裡面其實有adjust的寫法 就是 有人專門寫adjust的東西 然後他寫的很簡短 而且立在street裡面 這個東西用propocard寫的 然後adjust就這樣寫 所以你其實複製貼上 你就可以用它 好 那所以 這個東西通常會貼在 initialize 最上面 因為它算是library 好 這個貼上去 然後 直接寫個帳出來 然後再自己複製上 沒有 那個東西就是人家寫好的library 然後你就拿來用就對了 我說它沒有把它寫在street裡面 它沒有這個東西 欸 就是這樣寫 就是這樣寫 用propocard文的方式 然後增加一個mr 寫進去 然後前面給它長度 後面給它 你要填什麼字 好 真正用法其實就是 變成 空白 ++ 這個 好 那 我希望把我的分行號碼寫進去 可是我需要補0 那剛才adjust就拿來補0用的 所以這邊可以把它變成 自串 加上這個 它就會變成自串 對吧 好 數字就會變自串 因為自串加數字等於自串 好 然後點 adjust adjust的填 第一個是 數字吧 我看一下 欸 對 第一個數字 第二個是偏領 好 等一下 這是 這個是 畫面的 欸 對對對 這adjust 然後 數字的話 這邊是三位 然後要補0 好 那 裡面這個也一樣 要把它寫好一點的話 就會變成 空格 加加 然後 其實這段複製過來就對了 因為它的編數都是一樣的 好 然後這是 4 4 然後出來的東西就會比較漂亮一點 因為通常我會需要銀行代碼 對吧 我說過它的序號就是它銀行代碼 只不過沒有0 那我們需要補0動作 然後 你去看到那個808 808是玉山 玉山的分行超多的 然後 一樣是4 然後還有分線式 排序 然後這個 那當然這些json是我之前快取的結果 快取review出來的結果 這個東西就可以放到fone裡面 這些 完完全全就是一般的 jQuery的做法 所以jQuery的行數那麼多 好 那我們開始來打 打view.js 我標記一下 這是jQuery 到這邊結束 到這一行 因為initialize我還是要用 ok 好 好 那 我們來用view.js 那view.js 需要有一些initialize的地方 那我用它的官方的crew給你看 就是它一開始需要用new 然後view.js 然後element的主要用力在哪邊 就是主要的element在哪邊 那你開心其實就綁body就好了 就是反正 我都要用 我都要用 然後 ok 這邊 那initialize我就直接寫在裡面 其實寫在外面 ok 只不過它的 東西 好啦 那body ok 那裡面其實我們只有 兩個變數 其實是兩個列表兩個變數 其實是兩個列表兩個變數 我們會有兩個array的set 然後跟兩個變數 然後跟兩個變數 所以我們要來打 bank 那可能給它 no ok 那 你給它no 然後我們再一個bank list 那 給它一個空array 跟 先做 對 你要記得 在view.js裡面 它其實有點 規定 就是 你應該先把你要用的變數列在這邊 好 所有的data都用 好 那之後event 其實可以用這顆語來做 你不用一定要用view.js來做 只不過它的用法會更簡單一點 那只不過我們現在要開始做 額外的東西 就是 像這種 這種東西啊 裡面都會有一個 額外的 each repeat的東西 在 那 欸 我看一下 它有一個 喔 remodel 這個我先寫 那 我們上面的 這個再打另外一份 齁 因為這是我們當然第一份 所以我們這邊加個div 那 這邊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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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ok 好 那所以我們打 額外一份 出來 v的bank 跟 v的branch 然後其中呢 它需要加一些 它專用參數是 vmodel 這個東西代表說你目前的值是什麼 就是這個 下拉表單它的值代表什麼 所以 以它的值而言 它應該是 bank 跟 後面的 branch 這我打兩行 因為它 接的東西還蠻多的 很多 那在我的力量 背後 塞的那個變數 應該只能放在 會有值的標籤 欸 我說一下 HNL5其實 同意你這樣做 它這個是正規的寫法 也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 自己的東西的話 第一個字是 namespace 像我們可能會打什麼 data減什麼 那些 前面的那個就是namespace 那是同意的 後面就是那個 你要的value 喔我懂啊 對 所以這個是正規的 HNL5 好 然後再來是 有個異曲的寫法 可是我要找一下 List Rendling 對 是這個 然後這邊 就是重點 就是 v4 什麼東西 在什麼東西 裡面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外框 就是框體 然後外面表管 所以這個東西 寫完 我直接把它複製下來 其實這邊你就要開寫option 好 那這邊改 OK 好 那再來是 這個是一個for回軒的意思 就是前面是i 然後後面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有寫一個 就是banklist 對對對 對吧 那 b 就好了 好 然後之後你要填b 的什麼東西 好 比如說 欸 欸 等一下 我記得他有 額外的寫法是 template 的 trick by trick by 我要用 trick by其實就是說 我 我如果砍掉 我不要全部重砍 可是你要跟我說 我要 以哪一個東西為依據 所以 trick by 會是 等一下 我看一下 點 底 底線的uid 那我們的東西 是i 他是點i 嘛 好 然後他一個value 他一個value 在 我要看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我沒有記 我其實寫一次而已 等一下 好 我去看他的select input from bind 哦對 這個 這個是他的binding 做法 就是我要把一個值綁到某個值進去的時候 我可以用這樣子寫 就是把某個值 成為什麼東西 所以這邊是 v.i b.i ok 翻譯的值 所以我之後的value就會等於 這個值 的i option的value 對 option的value 因為我們每個option都會有個value ok 那再來是裡面就很好寫 就是 這邊是 b.c 哎呀 b.n 那因為這是bank 所以他前面再加一個b.i 那只不過我們一樣可以做自創處理 就剛剛那招啦 就是adjust的那招 nr just 所以他兩個那個 以後就是joss 就是jossql 對 然後他最後return只會印出來 好 所以前面是數字是3 後面是0 ok 所以這個一個就寫完了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綁第二個 其實就 這貼帳就結束了 等一下還有一些event的問題 event問題我等一下寫 這個 ok 那所以by blanch list 然後其他全部都一樣 這邊改 4 然後這邊會多一個c 對吧 v.c ok 然後可是這邊有缺點是 你會發覺這樣做完之後 我還有一些問題就是 我的call配怎麼辦 就是我一開始沒賣initual 那個list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 zQuery的方式把它塞進去 就好 所以他的塞法是 vue.js 宣告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他 所以一樣是gat.json vu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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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只有管剛剛那個 後面流程你要自己寫 可是他流程很簡單 我寫給你看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叫 vu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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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寫個... messer 我忘記了 messer 那messer這邊就可以寫 function 那 function 其實initialize這個東西也可以寫在這邊 那 不過我這邊就只寫那個 change的那個部分 那這邊就可以寫比如說 ok 那 這邊很好笑就是 如果我bankChange的時候 bank這個值也會一起改掉 所以呢 我直接去拉bank就好了 那所以是list.bank 我就可以得到值 所以現在值 那要call的東西 會是我們剛剛那個東西 就是getjson 的這個 好 然後我們要得到剛剛那個json 所以會是底線的這個 然後加上加上 這個東西 對吧一樣的 然後 當我們得到之後 你記得這邊的list 不會等於外面的list 因為裡面的list 會是getjson的list 所以你可能還是需要 不要用vn來做 點money set branch list 跟json 塞進去就結束了 跟我剛剛的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然後最後是一個call event 就是 我的branch要去call 這個東西 對吧 當它change的時候要去call vn vn 呃 拍謝 這邊是vue 啦 欸 vue 我寫vn好 因為他們官方其實喜歡用vn做demo ok v model 那vue model 對 啊隨便啦 反正你自己高興取一個變數名字給大家就好 反正它是一個call event 好 那可是 等一下 vn要取到外面 vn vn 等於 這留在外面啦 然後裡面再直接用就好 外面會等於裡面的那一個 大家就可以用啦 好 然後 event的話我記得是 是 我要看一下喔 因為我忘記了 view1事件處理 喔 記得 好 然後click後面加一個 Maser name 我記得是Maser 對嗎 它是Masters 所以要加s 然後 s 然後去call那個change blank 就好 Change blank就好 欸不是在這邊 unchange是放在那個 slake上 然後這邊加一個 ok 然後我希望它會懂 因為我也沒測過 好不好 好 欸噴了 少分喔 好 那個下面不能加 欸 喔 是Change 是Change Event 下面多分號 這邊沒有 因為它是一個 OJECT 然後 裡面再塞一個 OJECT 應該要加一個 多號 對 喔 不好意思 這個要多號 對 好 這邊好的 帥氣吧 帥氣吧 行數不多 真的不多 你會發覺 跟我們剛剛的做法 完全一樣 而且顯示方式多少 還是完全一樣 對吧 行為完全全一樣 而且你不用去管Rendon 因為你在H&M 就把Rendon寫完了 好 然後再來是你剛剛有一個 你會發覺這邊沒有第一個 那個請選擇沒有 對不對 所以請選擇 它的Initualize 就在H&M裡面 所以你就把H&M 加上去就好 那我們剛剛這邊掃一個 空白 你會發覺這邊是你的值嘛 對不對 所以你再多寫一個就好 所以這邊會變成 所以這邊會變成 所以現在應該是那個什麼 就是RD很像 對 那個ERD很像 差不多 差不多 可是那個是靜態用的 他最後出來靜態 可是這個是完全全動態 這是給前端用的 然後當然我們這邊還要再寫一個 就是當他 那我們確保他是有值的 然後 這個行為就會一樣 這個行為就會一樣 加上這一行而已 然後 然後 我必須說啦 這邊其實還是怪怪的 我目前沒有解 你會發現他有點怪怪的 可是 Initual沒關係 對我來說 他其實是OK的 好不好 好不好 OK 那 所以我寫了一個 完完全全相等的Core 可是你會發覺 你如果真正去測試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個Core 會比那個Vue的這些 還要慢 原因是因為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比如說我按一個808 他會把剛剛的 因為是我們的關係 我們會把之前的東西先全部Core 關 然後重新塵 然後重新再全部塞 全部塞進去一次 所以你會發覺 這邊會有點怪 就是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他會變 先縮小 然後再放大 這是有 完完全全就是一樣的意思 可是因為這邊 有Track By 所以他 很快 那這一塊的那種方式 用進去 蛤 這塊的那種 會變短又變長 你要自己去寫 那個Track的方式 就跟他的那個一樣 就是你要留著他 對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式去Track 他 你可能要先掃一次他的ID多少 然後那些是留下來的 然後其他要把它砍掉 之類的啦 還蠻麻煩的 好不好 那這個是View 點ZS 我基本上 之前這顆也就玩過了一次 所以套用View的話 我就寫很寬 然後 就大概這樣子 好不好 不要問了嗎 所以你會發覺 用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打到任何東西 就比如說我一個列表 那我去SERVOR那邊 拿一個很大的JSON回來 然後塞進某個變數 他就可以抓 列表怎麼長 包括裡面的ContentMail 我只要寫一個就好 所以其實它是變數 其實已經先出不起來了 對 變數在記憶體內 那他會做 雙向的Data Binding 就是我這邊變的時候 他的HTML會變 那當HTML真的有要變的話 那我的值也會變 對 那個雙向到底是什麼 那我說一下 那 那一張JSON裡面的值 會變得變動 我重新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取值怎麼取 我取值的話 以JQuery的方式 來說的話 我要這樣取 就是 我要先去找他ID 對不對 我說一下什麼是雙向搬起 這個單向你知道嗎 就是我設定它 它就會變什麼 這是單向的 那雙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這是JQuery 然後Money 我要這樣拿我才能拿到值 所以他會過一個Maser 過個水之後才把值給我 而且他會去找洞 找個洞 然後他才把看裡面值什麼 才丟給我 所以每次我要做的話 按一次我就要執行下面 這個一次我就才會有值 對吧 好 那我給你看6.js怎麼做 這個跟Angle都一樣 是給MoneyGet Bank 這是102 然後呢 我換的時候 直接換 1比1的換 所以這叫雙向Deya Binding 就是他的變數等於他 然後他也等於他的變數 知道嗎 所以呢 你再注意看一下 什麼叫真正的雙向Binding 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切到 剛剛我們一直很喜歡的808 比如說 直接會到1.3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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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我意思嗎 然後後面的 後面這Event有問題啦 這是沒有寫好 照理說他還是要Call到他 才對 好不好 這才叫真正的雙向Binding 因為他好像沒有Change 那個Event 他要用它 你可以去直接Call他的Maser 就是你Set完之後 然後直接去 vm的ChangeBank 過號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你兩個一起做就結束了 所以 例如說我們打到 1好了 那Define 欸沒有1喔 看 喔拍子只有4 我們打到4看看 OK 這邊就會同時連動 這邊沒問題 就只是你的Event 要另外Call一次就好 對吧 對吧 這是完完全一樣的意思 Event Event有另外的綁法 不一定是Change 他也有別的Event可以綁 甚至他有一些過濾器啊 什麼的很多可以用 你就可以真正做到完完全全雙向的方 這些就可以完全做 那我裡面的Callback 我要寫在Maser裡面 Maser裡面 Maser裡面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這樣選稿啦 不然你乾脆就只有打 這樣子也可以啊 那是一樣的意思啦 只不過你打在那個Maser裡面 會比較好用 因為應該說可以只用他的變速 對 對 就是會比較好用 其實就是比較好用 因為你用歷史啊 你不用Vm.m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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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對我來說 這兩 這兩邊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完全全一樣的意思 好不好 這邊 下面那個會好用很多 對 如果你們值很多時候 要把變的東西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這邊就很好用 是這樣子 然後它有個缺點是 這個東西啊 有點尷尬 就是這一塊 這個東西是一個Ojent 它基本上不會讓你New 兩次 懂我意思嗎 那可是我們在Page Rendering的時候 你會發覺我們有時候會用Layout Layout 我們就會先寫一個 然後我們可能那時候就把它New出來 結果後來改的時候很難改 非常非常難改 所以後來我會建議啊 就是 你在 你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Object啊 寫在最上面 先把它宣告完 然後在Initialize的時候 才把它塞進去 東西會變成 我另外寫一個 我寫一個虛擬 虛擬扣給你看 比如說 vn2 等於 new.vn 然後這邊寫 vn obj 類似這樣子 然後上面就開始宣告 vn vn hobbies 等於什麼東西 中間我不行 中間我略過 好不好 然後之後啊 這個就很好用 就是比如說我有很多的view 對不對 那 我就可以在這上面先改 我可以塞一堆東西 我可以塞一堆東西 這樣進去 就變成 vn. 然後 比如說我這邊再加一個 mesos 跟 data 我這邊就可以再加 比如說 mesos 等於 function slicing vlern 比如說 vn obj data or y 等於 1和3 這樣我就可以把它佔充完 一直把它醞 然後等最後一步才把它 new出來 其實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 merge的一個動作 其實是我們多個 六個的merge 比如說我們有 layout 有 partial 然後有我們主要的 page 然後他就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的方式去擴充那個view.js的一些東西 他就那個階段要用的東西 然後最後才把它mue出來 其實這樣就只有mue一次 不會mue很多次 這樣就可以玩得比較好 這是我實作上碰到的唯一的問題 然後他 他其實也有mixin可以用 對有mixin或是直接的東西可以用 可是我測出來結果都怪怪的 所以我乾脆就直接用這種方式來去做就好 所以他其實這個就有點像把 vacure castle的beta master塞在一個路線裡面 然後你一次都吃進來之後 就在mue上面去做處理 對 對 這個有好處啦 那以mue來說你大概就這樣做 反正就是他在那個包裝內的變數 對然後 裡面都在那邊裡面玩就對了 這個的寫法比那個 Ngual的寫法還要乾淨很多很多 因為Ngual還有很多的層級啊 甚至有可能說還有他的model層 因為你這樣子寫法就不用像那個 這顆語都還要次一次去取 對 所以他performance會好很多 performance非常好 那 你的call的數量會減少很多 你會發覺我們剛剛寫一大票 然後 然後你再去看你的這顆語的call 我們就會感覺 感覺 很有感覺 好不好 這顆語的寫完都看不懂 好髒喔 那是你沒寫啊 那是你的問題 我相信這一點是你的問題 小問題 就是說 因為剛剛講那個 大家可以拿雙向盤的地方對不對 Data 對 所以說我今天弄進來一遍 比如說Banklist 對 那如果說今天我在 主在我頁面上面 對這個 這個array 我可能拿掉出了兩個 對 那我在post 回去的時候 Veroz怎麼把原本那個東西丟回去 什麼意思 比如說Banklist 就要10個對不對 不用啦 我直接改給你看啦 比如說 欸 你其實就是 我就說它是完完全全真正的Data binding 所以你剛剛在說 如果我把Banklist 改掉的時候 我不管 你其實就是把它改掉 其實 如何改掉 其實很簡單 就是直接把它 popup 或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少1了 比如說 temp temp 等 我慢慢改啦 就是比如說 get 然後我預計它是一個array 對吧 所以我可以用pop的方式把它掃1 好 那所以 temp點 pop 好 然後呢 再把它塞進去 所以是 這是temp OK 前面是 OK 好啊 比如說我掃了一些 然後呢 你就會發覺 小港區 然後我再掃一些 然後你就會發覺 小港區剛剛的不見了 對 這就是所謂真正的 雙向Data binding 對 然後反正就是變數 等於htm htm 等於變數 那 我是說 那我要怎麼把那個丟回去 比如說我要 我的serve要選這樣 那我要怎麼把json 再丟回去 直接打開一個全索回去 然後 後面呢 是你的問題啦 就是你一樣 跟我一樣用get 或是post 對 或是之類的方式嘛 對啊 所以下面可能會有個button 然後你就button 你去出發一個event 然後把vue裝回去就好了 好不好 那個不是vue.js管的事情 因為我剛剛想到可以直接gay的出來 再丟回去就好了 對 通常會是用post 或gay的方式 就回去就結束 反正vue不會 本身沒有這種東西 他不管 他本身不管 嘿 我就說 他只是在做那個東西 對人家叫做vue.js 他就真的只有 vue 好 這是他的名稱 他就是vue.js 其實如果他會改成vue 好不好 他就真的只有vue 不會玩的齁 更多的應用 其實就大概就這樣子 對 我說一下像這種vue的東西啊 要就是改直 要就是一曲 去做一些事情 就大概就這樣子 對 對 然後 我再多做一個東西給你 就是如何去把一個列表列出來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剛剛是用select的方式來做 我們多一些表現方式 那 你要記得這是一個 這邊其實是一個疊代結構 就是一個for回圈的意思 那其實他可以用別的方式來做表現 不用這個方式 以你的專案而已 也都適合 這就是我什麼的 不知道 那 對 就是我比如說打一個URLi給你看 就是比如說 就是不斷地 這是branch 真正的雙向binding 我打給你看 這很有趣 因為你有雙向binding之後 就可以都這樣玩 對 我是想說他不是有那個filter的東西 filter是額外的 就是他 你需要 就是你的原值不等於輸出值 的時候才需要filter 就像有時候你想要篩選一些 或是排序 會用到這個 對 對 就是通常會改值的時候 可是我們像現在的值都是1比1 我只是想直接丟出去 然後我不理你 改值 那你其實就不用不要filter 好 我這樣寫 然後這邊用 OL好了 因為他才有 數字 那這個model一樣是branch的model 然後裡面再做一個異曲方 某個list 然後這是trace 那這邊一樣 那存檔 有喔 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喔 PCCP 喔 不理他 我們試試看 噴掉了 等一下 他噴哪裡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是我們剛剛的小demo的問題 就是這邊 喔 噴掉了 噴掉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應該這邊啦 應該這邊啦 試試看 好 因為他現在沒有值 banklist是空的 這邊是空的 所以沒東西 可是當你把它打出來的時候啊 下面就會跟著列出來 對吧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真正的雙向data binding 就是你一個data source來源 可以有很多的不同顯示方式 然後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都連動 一樣的 對吧 OK 就這樣子 啊 前面序號怪怪的 因為是我們有把那個value打進去 然後OL會吃那個value 所以你可以把findingvalue這邊 拿掉 之後 下面就會從1開始拍 對吧 然後拉下去 這個就收尾哦 對啊 你你會發覺如果你用 這科語做這個的話 你會做到 很想死 好不好 那所以如果 像你們家如果有 真的 很多應用 像你那個 保單 的很多東西 有沒有 其實你 對 你就直接去 Serve那邊抓一個很大的 這一盛檔 然後呢 你的一個保單 可能就是這個 一行 可是裡面還有其他content 對不對 那你進去就是一個 array的ojar ojar裡面的值很多 然後你就把裡面的content 打好一點 塞一個一個一個塞進去 所以這個東西還可以再改嘛 比如說 我裡面可以用一個 H4 然後再一個 DIV 然後裡面有一個span 然後我們可以把一些東西塞進去 比如說這個sign name 然後這個sign city 然後再加 script加這邊 就是這個 這邊做一個翻譯而已 譬如說我們把他的格式改這樣子 所以他會變成別的格式 對吧 這樣會更好看一點 所以你那個列表式 就這樣幹就結束了 懂我意思嗎 人家不是有很多的那個列表 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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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去server哪一個拉回來 然後就 然後我server那邊 API版也可以開得很簡單 甚至就不用說一圈了 對 這樣就可以處到很漂亮 他就是6.js 就是你變成那個 曲子都是直接getjson就對了 對你就乾脆就全部都getjson 然後最後 最多我們再改一個東西 比如說刪除有沒有 就一個delete delete再getjson一次 delete的回傳就是getjson 的那個東西 為什麼呢 你就可以刪除的同時得到最新狀況 然後再等於那個變數 這票就會馬上變成最新的狀況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我畫一個 周而負死的圖給你看 就是說 一開始會是一個get狀況 譬如說這是off 對吧 然後呢 你去view裡面 然後去delete down 掉 那譬如說我把a3掉 然後呢 之後呢如果你跟這個一樣 其實不就在 這兩邊就可以跑了嘛 從這邊下來然後從那邊上去 所以 這邊跟這邊就可以直撓 所以你刪除然後塞進去 刪除塞進去 他那個就一行一行不見 這樣不是 很好玩嗎 對不對 你增加一樣啊 增加就是增加之後再把塞回去 增加增加增加 他就一個一個沒有猜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用 一個很簡單的view 達到那個 完完全全不用人的view的狀況 就可以一直出 一直出 然後你在外面的view 就打這樣就好了 沒有任何data 沒有任何資料 完完全全 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的ERB全部都放空 然後 然後我們其他全部都 枝神操作 類似這種東西 枝神操作 就結束了 是不是就丟枝神出來 對 是不是就留枝神 不會丟Rubii 不會 就全部都枝神 那就是我們Gate的證書還要用那個 跟其他那個Meta的那個Q嗎? Gate不用 Gate系列是完完全全都沒有Meta的 只不過你Delete跟Post那些跟Update要 可是你就直接去找黑的那一份丟出去就好 懂我意思吧 那這邊就可以打很漂亮 那前端那個打 我就說你打一個就好 你確定你一個長怎樣 其實你後面就在那邊做EQ 然後就全部都拿出來 就全部都有了 而且更新也就是這樣更新 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會這一招 你就很簡單可以做很多事情 OK吧 然後聽說我要貼Call出去啊 不然全世界人都不懂我在寫什麼對不對 聽說好要我這回事 好啦我去貼Call 好今天先到這樣子 你們有什麼要問嗎 我要終端錄影我才能說 我才能說其他秘密 好先這樣子 謝謝 發音樂